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的帶領 我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的主題的訊息是 在主裡面結婚 主耶穌感謝主耶穌 今日は皆さんの分かりたいテーマは主にある結婚です 那麼現在在我們台灣 我們主內的青年 能夠選擇我們主內的對象 來完成婚姻的比例 經過我們的統計大概是50個百分點 那麼換句話說 在我們主內的青年的婚姻當中 我們還有一半的主內的青年 他們選擇的對象 不是信仰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婚姻的狀態 是不是能夠符合這一本聖經神真理的教導呢 我們在約翰三書的三節到四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聖經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神最喜樂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呢 聖經說 當神他聽見了他的耳女 能夠按照真理而行 我們的神說 我的喜樂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 希望我們的青年能夠尊重神的真理 當我們要進入婚姻的時候 我們所選擇的對象 應當是主裡面信仰跟我們一樣的對象 那我從一段經文先來談起 我們要從羅馬書第五章的十三節來談起 這段經文我們的神說 沒有立法之先 這個罪已經在這個世界 那我們的神說 如果我沒有頒布律法 那我們所認定的罪呢 我們的神說 我不算為有罪 用我們現在的觀點 來看就業的時代 我們會發現 有一些事情 我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就以婚姻這件事情來說 我們的神一開始 祂只有造了亞當跟夏娃 那後來我們的神為亞當跟夏娃 來設立了婚姻的制度 讓他們能夠進入婚姻當中 而組織的一個家庭 所以我們的神是 允許他們兩人成為一體 那透過他們的婚姻生活 他們能夠把下一代傳承下來 好 那麼請問 接下來是誰跟誰結婚 然後誰跟誰結婚 我們應該很清楚 可以知道說 兄弟姐妹結婚 那從我們現在這個觀點 我們去看 這個是罪惡 以現代我們認知的角度 這個是罪惡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現在的想法 這是罪惡 我們都認定說 這個是一種亂倫的行為 不可以的 這是謹慎相關 但是你看 看俗徒行傳十七章的二十六節 我們神當時的主義是怎麼樣呢 神說我要從一本 就是說從同一個血脈 來造出世上萬主的人 所以這個時代性的需要 我們的神當時只有亞當夏娃 接下來就是允許他們兄弟姐妹 可以通婚 所以如果我們從就約的這些選民 他們的婚姻的角度我們來看 比如說亞伯拉罕跟他的太太 莎拉 當然我們都知道 他們是夫妻的關係 那他們除的是夫妻這一層的關係之外 他們還有另外一層的人倫關係存在 在創世紀二俗章的十二節 創世紀二俗章十二節 二俗章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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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節 你如果看這一段經文你就知道說 他們原來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他們又是夫妻 但是他們又是同一個爸爸 不同的母親生下來的異性 同父異母的兄妹 那這種婚姻我們現代的人去看 我們也覺得那是亂倫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對 他的孩子很出名的這一對父母親 因為他的孩子一個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亞倫 那麼另外一個孩子是以色列人的國父 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叫摩西 那他另外生下來這對夫妻所生下來的女兒叫米利安 是當時的女先知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摩西的父母親嘛 很少人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這個父親叫做暗蘭 黑暗的暗 蘭花的蘭 那他的媽媽叫約姬別 那我現在可以看我經文我不翻啦 你看《摩西記》六章的二十節 那暗蘭跟約姬別他們是一對夫妻 結了婚之後透過婚姻生活生了亞倫摩西米利安 那在這一節新聞裡面提到說他們又有另外一層的人倫關係啊 就是子兒娶姑媽來當太太 那這個就好像以我來講的說我去娶我爸爸的妹妹來當太太 那如果在現代這個宿代大家罵到口水都可以淹成一條大河了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的觀念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羅馬書五章十三節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罪當時已經在世界了 這是我們現代的人神認定的罪了 但是神沒有頒布立法我們認定的罪神說 我就不算他有罪因為他有時代背景的需要啊 那到了什麼時候我們的神才利華禁止淨親結婚 一直到以色列百姓他們離開埃及那麼進入了曠野的時候 我們的根據是立位記十八章第六節以下的經文 你看你看在第六節一直到第十八節的經文 六節から十八節 立位記第十八章第六節以下的經文 一開始我們的神講說 你們都不可肉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他們 我是耶和華 那你接著往下看 這個都是住近親屬的關係 那什麼叫做露出骨肉之親的下體 就是我們的神已經禁止他們近親結婚 而行使他們而有婚姻生活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如果近親再結婚就是違背神的立法 那一旦違背神的立法 那這個就是有罪了 因為神已經頒布立法了 所以因為整個時代背景環境的需要 所以神呢一開始是允許近親結婚的 那後來我們的神又立法禁止 進親結婚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活觀念就是 近親不可結婚 但是對於在主裡面來完成他們的婚姻 這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本聖經 我們的神的教導從來沒有改變過 不會隨著空間的改變 不會隨著時間的延續 不會隨著環境的變動 說在主裡面結婚 這個道理我們的神也讓他跟著有所變動 所以在不同的世代裡面 我們的神始終在真理的教導上 都堅持說一定要在主裡面結婚 那這一本聖經 我去跟他這個查考過之後 我們的神對於在主裡面結婚 我們這一個真理的教導 它總共分成七個不同的時期 我今天先談前三個時期 神在這一方面的婚姻的教導 第一個叫做創世的時期 那麼創世的時期 我先講我要講述的那個重點 焦點 まずポイントだけを言い渡しましょう 我們的神祂告訴我們說 婚姻跟信仰 它是連體因 不可以切割 婚姻跟信仰 我們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的觀念 他們會認為說婚姻歸婚姻 信仰歸信仰 不要扯在一起 那可能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存在 所以他們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他不一定找主裡面的青年 來完成他們的婚姻 我們現在來看這段經文的根據 這一個時期的經文的根據 在創世紀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節以下的經文 在這一節經文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時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多起來了 那神的兒子第二節就提到說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取來為妻 那我在做解釋的時候 我要從第五節來講起 在挪亞那個世代 我們的神說 當時的人他們外觀的行為 已經敗壞了 所以五節的上半節就提到說 說耶穫華看見 就是外觀的行為 怎麼樣在地上罪惡很大 那不單單是外觀行為敗壞 連內在的心思意念 我們的神看了之後也說 充滿了罪惡 所以聖經五章五節的下半節說 終日啊 整天所想的 我們的神說 都是罪惡 所以神就認為說 我不允許人生存在這個地面上 第六節 記載說神後悔 那這個神後悔不是說神做錯事情 跟人的後悔不大一樣 人的後悔是說 我錯了 我現在很懊惱 我想補救 但是我們這本聖經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神是一個永遠都不會後悔的神喔 在我們的根據是 撒穆爾紀上十五章的二十九節 撒穆爾紀上十五章的二十九節 所以你看這段經文你就知道說 天上這一位神 他絕對不會做錯事 所以他說 我跟世人是不一樣的 我是絕對一個沒有後悔的神啊 那什麼叫做神的後悔 神的後悔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說 原本神要求人走A道路 因為神有在A道路上的真理的規範 但是我們的神給我們自由 我告訴你走這條道路 真理的道路 那你如果走這條道路 神說我就要給你什麼樣的恩典福氣 可是現在人的選擇 他不走A道路 他自己去走B道路 開創走B道路 那這個時候神說好 你既然走B道路 那我對你的計畫就改變了 這個叫做神的後悔啦 不是神做錯事 是人不遵照神的話去行 所以神對人的計畫改變 那神要做這件事情 你看第六節 我們的神是很憂傷的啦 怎麼我造的人 我的百姓沒有辦法按照我的真理來行呢 那當然如果也要問說 請問農雅宿代的人 到底是做了什麼惡術讓神這麼痛恨 那麼農雅宿代的人 你會發現聖經沒有記載 什麼惡術聖經沒有記載 不像我們現在這個宿代 哇這個看報紙 惡術我們看了宿 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到底他還是不是人呢 我們那邊啦 把一個女人強暴了 強暴之後呢 因為他帶了一些錢財 就把他殺死了去拿他的錢財 殺死了之後 還擺在床上 又睡他的屬體睡三天 哇你覺得很恐怖喔 殺死了之後 那女人的死亡 睡得下去嗎 那經過三天之後 把屬體拖到玉宿 剁成八塊 我講這個都很噁心啦 這個真的是報紙報道的嗎 然後裝在皮箱裡面 分成八個地方丟 所以剛開始我們警察以為有八條命案啊 因為皮箱 有些人去發現怎麼一個皮箱打開 裡面是一個屍體啊 而且只有八分之一啊 只有其中的一小塊啊 那後來經過DNA的比對 才知道說是同一個人 後來破案啦 記者問他啦 為什麼死掉了經過三天 你才把他肢解 他說那個時候下手不必費力啦 很簡單刀子下去他肉就分開啦 很簡單就剁不必費力啦 哇 我覺得這個屬體太恐怖了 那把這個小女生小男生 叫戀童癖有沒有 有一種叫戀童癖的這一些 性方面有很多特殊喜好的 把這個小男生小女生 這個堅引了強暴了之後 殺死掉放冰箱啊 然後每天切一點他的肉來炒菜啊 我們都覺得 哇 怎麼這種人這樣子呢 先問 諾亞的宿代到底是什麼罪 聖經沒有記載 但是我們的神 從選民的婚姻的角度來談 來談那個宿代的罪惡喔 しかし婚姻の角度から見 この時代の悪事を見ましょう 神說連我的百姓都不聽我的話 私のためさえ私の命令を従いません 好像說 我們家所生養的孩子 不聽我們的話 背逆啦 叛逆啊 那我們需要去說 隔壁的小名 他有多壞嗎 不必講啦 自己家裡面的孩子先交好再說啦 那你看我們的神就是從婚姻的角度來談的 所以第二節說神的兒子妹 這個宿主的賽特的後裔 神の子というのは摂津の子孫です 那人的女子 那麼主的就是蓋寅的後裔 人の娘たちは蓋寅の子孫です 因為蓋寅殺了他的兄弟 被神判定犯罪驅逐離開神的面 神が自分の兄弟を殺しましたので罪を犯したと 這個在創宿記的第四章裡面有很清楚的記錄 那因為神的屬神的子民 看到灰屬神的子民怎麼樣 聖經說美貌呢 就是外觀的條件非常好啦 我們現在常常有一個感嘆 這個教會裡面的弟兄名字要叫做高富帥 比較好找對象 教會裡面的女孩子要叫做白富美 比較好找對象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 我們現在的青年都加入一個叫做外貿協會 其實這個機構在我們的國家 它是對外貿易的一個政府設立的機構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貿易的貿易改成面貿的貿易 叫外貿協會 台灣では海外貿易的一個機構 海外の商売する機関政府機関がありまして それの同じ名前として外見を重視している人を主しています 那我們現在青年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看外觀的條件 身高夠不夠?身材好不好?皮膚白不白? まずスタイルがいいか?肩が白いか? 學歷高不高? 家庭背景好不好? 家庭背景好不好? 經濟實力可以嗎? 又不幽默?對不對? 帥不帥?漂亮?身材好不好? 在看都是這些外觀上的條件 どう見ても外見しか見ません 我覺得也無口後悔嘛 人嗎?對不對? 無口後悔啦 しょうがないです 但是你看聖經記載說 因為美貌就怎麼樣 就隨意挑選 しかし聖書では美しいのを見て 自分の好むものを妻に目取ったと 隨意挑選的意思就是說 按照我所喜愛的 好むというのは自分が好きなままに 按照我主観的認定 主観的に考えた通り 按照我個人所設定的條件 看好我就要親近他 我就要追他 讓他成為我的另外一半 個人的条件を良ければ それを自分の妻として目取りたいです 但是你如果回到我們的神 為他的選民來設立婚姻的時候 しかし神様が 世民たちに婚姻を設定する時を見れば 在創書記第二章 從十八節以下的經文 創世紀第二章の十八節以下的經文 這是我們的神 為他的選民 來設立婚姻的制度 神様 私様の神様は 世民たちに結婚を設けました 那現在我要問一下大家 皆様に質問があります 請問在這一個神所設立的婚禮的過程當中 主が設けた結婚の中に 請問 亞當的祖婚人是誰 藍方祖婚人是誰 阿ダムの主宰 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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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神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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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这一场婚礼从头到尾就是神 除了两个当事人以外也是神 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婚姻跟神啊我讲大一点婚姻跟信仰没有办法切割 他是一体的两面无法切割 谈到婚姻就是神在里面 所以在这一个时期的教导当中 神他说当他的选民要选择婚姻的时候 那么他一定要把信仰摆在第一个考虑的因素 所以信仰跟婚姻是一体的两面是无法切割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我自己本身主观的认知 然后我们就把神的真理抛弃掉 那我们就不算神的选民了是不是这样 所以到了创世纪六章的第三节 我们的神讲话 神怎么说呢 说人既然属乎血气 这个血气你去看的原文叫做属肉体的属情欲的 就是不看重属灵的神这个属宿的教导 那只有看重在肉体跟情欲上的需求 看重这个什么 看重这个属宿的条件 神说那我的灵就不会永远跟他同在 所以那个时候神已经为人类下了一个灭亡的咒诅的讯息 所以我存留这个世界在120年我就要毁灭 所以我们常常说挪亚传异道传了120年 其实我们是根据这个经文的 所以在第一个创世时期的教导 神告诉我们婚姻跟信仰不要切割 我们不要像当属的神的选民叫随意挑选 就是目中无神 只有我 只有属数的条件 所以先属他的选民要在他的里面 在主里面来完成他们的婚姻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时期 我们经文的根据是出埃及记34章 第10节以下的经文到16节 出埃及记34章 那你看这段经文是什么书籍呢 出埃及的旷野初期 他们从埃及出来在西乃山下砸影的时候 那我们的神借着摩西在颁布的一些神的律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神就已经透过摩西在婚姻的树上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 他说这个迦南地住的迦南西主 你不要他啦 我会跟你们同在把他们赶出去的啦 那12节你看我们的神就讲说 十五节说 很怕你跟那地的居民立约 然后到了十六节就谈到说 不要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哦 我先讲我要讲的重点 在出埃及的旷野初期 就是第二个十期的交答 我们的神告诉选民说 婚姻会影响你存证的信仰 婚姻が自分の正しい信仰を影響すると神様が言います 我们先来谈这个立约 まず契約を結ぶ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ましょう 这个立你去看他的言文叫做砍掉 契約を結ぶ原文はそれを切りますと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剪除 拿剪刀把什么东西剪掉呢 要するにハサミを持ってそれを切りますと 那他的解释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 この解释は 就是说砍掉或者剪除你身体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 特别指的砍头来说的 自分の体の中に一番重要な部分を切りました 要するに首を切ります 那我现在再讲这个约 立约嘛 这个约是什么 そして契約を結ぶの契約というのは 这个约叫做神与人之间 那么花束 透过这个砍头的动作所缔结出来的一种 牢不可破的约定 他们叫做圣约 神様と人を結ぶ 頭を切るくらいの聖なる契約です 我们的神说 你们进去迦南地 还没有进去 还在旷野 我们的神就交代说 你们进去迦南地 我告诉你们 特别在16节说 在婚姻上不要去跟他们立约 不要连结 特别在16节には 可南の娘たちと 目取らないように 因为在婚姻上的连结 你的信仰 就会产生偏邪的状态 会走偏 何故かというと 婚姻が正しくなければ 自分の信仰も正しくなりません 我们先用现代的角度来看 今の考え方を見れば 你晓得 我们生列宿教会 非常注重我们的宗教教育 新衛教会は宗教教育を重視しています 所以从这个念幼儿 幼儿园 我们叫幼儿园开始 我们就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幼儿园 幼稚班 幼稚園の時代から 幼稚園があります 那么一路往上走 透过这个幼年班 少年班 初級班 中級班 到最后到了大学有什么 有高級班 幼年班 少年班 初級班 初級班 大学には高級班があります 那从幼儿班一直到高級班 你知道有几年吗 19年 19年もあります 我们花博了非常大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来培養 来训练 我们下一代 我们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宗教信仰 建立根基 次世代の青年 新校の根拠 次世代の青年たちの信仰の根拠を つきます 次世代の青年たちの信仰の根拠をつきます 次世代の青年たちの信仰の根拠をつきます 那这个时候的青年 已经二十几岁 大学毕业 大概都说二十几岁的出头了 次世代の青年たちの信仰の根拠をつきます 他们要成为神圣公上的好帮手 神の御働きの良い働き人になるはずですが 所以因为没有主内 没有在主里面结婚 主のうちに結婚していません 所以一旦结了婚之后 你注意去跟他观察 在我们那边 大多数又数变成一个信仰软弱 我们还要花心力去牧养的 另外的一个区块 因为大家生活的观念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奉献十分水 我们这个是真理的教导 天经第一的吗 那我跟礼拜五 我在教会碰到这个姐妹 哇 还泡茶 大家谈天说笑 觉得非常好 那等到安息日 礼拜丘 他来教会聚会 我看了吓一跳 为什么 鼻青连肿 我问他说 发生车祸吗 不问还好 一问他就哭了 他说传道 我昨天来奉献十分之一 我那一张教会给我的收据 没有藏好 因为他先生是外邦人 那回去之后被他先生看到 他先生火冒三丈 这么辛苦去赚的钱 你拿去给你教会的人用 所以就家暴了 拳打脚踢了 太可恶了 你不养家 钱拿去外面给外人用 一生懸命稳定钱 但是教会在教会里 拳金 拳金 看起来 我看起来 我存在 妻子 推荐 蔡小德说 原来他来奉献 都要很小心 把收据藏好 不能让他的宣傳出到 那不要讲说什么抽时间来教会做圣工 在家里面一起读经 那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你把头伸出来 让这些不同信仰的拿刀把它砍掉 把你的头砍掉 相当痛苦的一件事 我们那边有一个青年 他来跟我讲说 船大 我要结婚了 台湾にある青年たちは 我说真的啊 恭喜啊 那是哪一个教会的姐妹 不是啦 不是教会的人 那我就不讲话了 我说没有办法再考虑一下吗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呢 不用不用 我都已经跟他协商好了 信仰归信仰 婚姻归婚姻 我们不要彼此互相牵制 所以我结了婚之后 我的信仰不会改变啦 传道你放心啦 没有问题啦 那他心意都这么坚定 我再怎么讲都没有用 所以他结婚了 跟不同信仰的女孩子结婚了 刚开始也发现 好像真的照常聚会 照常奉献 照常来做圣公服事 那当然他也不会去干涉他的妻子 那么到寺庙里面去拜拜 他也不干涉 那有一天他的太太跟他这样说 他说 先生我有干涉你的宗教信仰吗 我又没有尊重你的宗教信仰 他说 有啊 我们婚前就协商好了 我去教会你都没有什么声音啊 他也跟他讲 你到庙里面 我也没有跟你讲 我也没有讲 不可以啊 我也不干涉啊 那他的太太说 谢谢你 谢谢你尊重我的信仰 那这个太太就问他啦 那你在家里面有没有信仰生活 先生还没有回答 他这个太太都说了 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在读你们的圣经 有啊 你就当着我的面在读啊 那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向你的神耶稣祷告 有啊 要睡觉你都会祷告啊 对不对 我刚开始有点怕 我也没有讲话啊 那你在家里面能够拜你的神 那我在家里面可不可以拜我的神 所以我现在要把偶像请回来家里供奉 可不可以 全家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啊 那现在这个太太这个当媳妇的要把神明 请回来家里面祈拜可不可以 这个丈夫说不可以啦 我们都信耶稣的这个传道教会的人来说 诶 什么这请了一个偶像在家里面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不可以啦 那太太就讲 不是信仰要互相尊重吗 你在家里面可以拜神 我在家里面就不可以拜神吗 那这个先生还是说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啦 不可以 诶 这个太太说不可以哦 好 我现在跟你讲 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睡楼下你就去睡楼上 那你跑来楼下就我去睡楼上 懂意思吗 今夜からあなたは上に寝ていなさい 私は下に寝ります 我不跟你履行夫妻之间婚姻生活的义务啦 大家分开睡吗 夫婦関係の義務をいたしません 那这个信可以拿出来当武器 胁迫我们的另外一方吗 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1章的第10节到11节 出埃及记21章第10节 出埃及记21章第10节 出埃及记21章到11节的经文 你会发现我们的神说性啊 性是义务哦 好 这里说 最后第10节有三件数 最后提到好合的数哦 那就是讲到夫妻之间的性的需求 十一节说 做三件事你要照顾好哦 这三件事必须行为 所以在我们的真理教导里面 我们的神不允许夫妻用性当成一个条件去下制对方 这会让另外一方进入罪里面呢 那你看男人能撑多久 昏黄睡哦 那家都是身强力壮 那你能撑多久不到两个礼拜 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投降啦 哈哈哈哈 让你请回来啦 你神像可以请回来 偶像啊 偶像可以请回来家里 二週間后 这个兄弟脱胸了 那结果魔鬼开始做工 后来全家都去拜偶像 这构成我不讲啦 没有时间啦 好 讲结论就是这样子 到最后 连太太都提出离婚的要求 离了婚之后 他电话再去嫁 那我们组内的青年可以再去娶吗 离婚之后 妻子 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我们不可以再去娶啊 是不是 好 那肉体的情意怎么办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弟兄 还速再去娶一个啦 第七届除名 所以跟这个不同信仰的人结婚 我是觉得到处都充满了危机啊 要同心走出一条信仰的道路 不容易啦 很辛苦啊 同心持着信仰的道路 所以我们的神告诉选民说 婚姻会影响你纯正的信仰 你得救之路可能就产生危机了 那我们难道愿意去走这样子的一条路吗 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教导 好 我们再来谈一谈第三个时期的教导 我们这本圣经有关于在主里面结婚 真的我们的时候 无论环境无论时间空间怎么变 我们神的主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好 我们来看生命纪第七章 生命纪第七章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的神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我要把迦南七章交给你们 你们放心 那这个第三个时期就是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旷野后期 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就是写了生命纪 生命纪写完 我们的神就让他进入死亡里面 所以生命纪应当是摩西的遗书 那么在摩西的遗书当中有一段跟他们的婚姻是相关的一个什么移命的交代 所以我们的神在第二节告诉他说 进入迦南地吗 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 灭绝尽尽 因为这些人会影响你纯正的信仰 让他们离弃耶和法真神 所以我们的神说 媚绝尽尽 那么又提到说不要立业 第二节又提到不要立业 那么第三节神又讲清楚了 女儿不可嫁给他们 儿子不可娶他们的女儿 那如果是你们不遵守神的命令 你看帝宿节我们的神就这样说的 说耶和法的怒气会向你们花作 然后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掉 第三个时期叫做即将进迦南地的旷野后期 那么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婚姻导致神的愤怒 我们的观念是婚姻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人生有数大喜事啊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金榜提名书 第二个呢 他相遇故知 第三个呢 叫九汉缝干凌 很久没有下雨 现在来的下雨啦 哇 皆大欢喜啊 很久都是干旱的这个什么 这个天气 缝干凌嘛 天象大雨 哇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 喜事啊 非常好 第四个呢 四个呢 洞黄花族夜嘛 对不对 结婚式 这个都是人生四大喜事啊 所以在婚姻当中 对我们世人来讲 都是觉得说 哇 这个是喜事啊 很好的 大家鼻鼠中 发出这个赞美祝福的声音 那现在 现在假设你去参加我们的青年的婚姻 但是他不是在主里面结婚 那请问你去了之后 怎么样 会不会这样 脸色很难看 整个脸孔蹦得跟死人一样 用这种态度 用这种面貌去参加他的婚礼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在主里面结婚 你会白脸色给他看 绝对不会嘛 所以你不会这样 对不对 你会怎么样 你会这样 你看这样 恭喜啊 哇 蓝财女帽啊 哇 这个天造地色的一对啊 哇 你找的对象真好啊 是不是 啊 祝福你们勇育爱和啊 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啊 还要抱一抱很大包的红包给他 是不是这样 まあ 違法人の結婚式を参加しても 喜んで参加しますよね 是不是会这样 笑容迎怜 讲祝福的话 是不是这样 婚礼嘛 好朋友的婚礼嘛 只是没有在主里面结婚 他是找外面的人结婚嘛 那去了我们 就是这样啊 婚礼嘛 都是喜事嘛 人的认识是这样子嘛 好 结婚式ですから 良いことですよね 皆さんそう考えています 我觉得这个都是假象 我现在的认识 人数界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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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婚姻没有神在里面 那你要不要把头抬起来 看一看我们天上的神 现在他的面孔 是怎么样的面孔 历数节说 神说我怒气发作 你晓得吗 四節には神怒りました 在天上我们的神 脸色是很难看啊 怎么我的孩子 没有办法遵照我的真理 来行呢 所以婚姻本来是带着神的祝福在里面 那现在因为这个婚姻 所以让神的怒气发作 我们都很少想到这个层次 神设立婚姻的主意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那这个婚姻就是不完美的婚姻 缺角的婚姻 只有人的因素 没有神的因素加进来 人的因素的因素 只有神的因素 没有人的因素 所以不完全的婚姻 本来如果把婚姻 当成一个中心点 我们画一个十字架 婚姻を重心线として 十字架を描いてみれば 我先讲的这一杠 横の帽を見ましょう 原本在婚姻上 你看创数据二章十八节 創世紀の 创数据二章十八节 創世紀の二章十八節 所以婚姻是从生活当中的帮助 婚姻は生活の中の助けです 然后透过生活当中 这个帮助的需要 透过婚姻 然后去达到什么目的 そしてその婚姻を通して 婚姻の助けに通して どんな目的を達成するでしょう 我们的根据是 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 ペドロンの大人的表明 三十七節を見ます 夫妻两个人要共成生命之恩 夫婦ともに命のめくみを 成就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在整个婚姻的需求上 从生活的角度 進入到灵魂得救的层次上 所以我们是从生活的帮助 透过婚姻 我们的神 希望你们能够达到 灵魂共同承受神的救赎之恩 婚姻として ともに神様の 魂の救いを 成就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那这个就是 婚姻十四節的 横的这一条線都代表的意思 これは婚姻という十字架の横の棒が意味している 那另外一半信仰跟我们不一样 当我们在信仰上碰到的软弱的时候 他不会鼓励你 没有关系 我帮助你代祷 我们一起祷告 不要软弱 因为我们要进天国 他不会跟你做这样子的鼓励 也不会帮你代祷 那怎么有办法 达到夫妻两个人 共同承受神的 生命救赎的恩典呢 所以在整个婚姻的需求上 我们已经破坏了神婚姻的真理了 那这种婚姻神怎么会喜悦呢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三个时期 第一个叫做创世时期 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婚姻跟信仰不要切割 当我们在考虑婚姻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考虑的是要找信仰相同的选民 那第二个时期就是出埃及的旷野初期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婚姻会影响你的信仰 而且是严重影响 可能因为婚姻会导致你上书生命救赎主恩呢 离开神 那第三个就是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旷野后期 婚姻原本带着神的祝福 那因为我们没有跟选民完成婚姻 所以现在神变脸了 神的愤怒临到了 因为神所设立婚姻里面的两人共成生命之恩的目的 回答不到 那晚上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继续分享 这个下半段的这个真理 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再一起跪下来感谢祷告 结束前天祷祷祷祈祷祷祷 我们在一起聖伙祷祷祷祷祷祷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